Hello,小红薯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珊珊 因为最近一直在剧组拍戏,每天都带妆时间非常非常长 然后我刚刚从剧组收了工回到酒店 那我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要卸妆 因为每天如果说卸妆卸得不干净的话 脸上会长一些粉丝啊,痘痘啊,还有黑头这些东西 所以清洁卸妆是最最最重要的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首先呢,我会先用一个眼部的卸妆液,单独卸这个眼睛 然后我习惯是要用一个化妆棉先垫在下面 因为其实眼周的皮肤会非常的脆弱 怕担心这样卸妆会有眼纹 所以我平时就是这样卸的 好了,眼睛卸完了之后呢,我就会用这个卸妆油 用完卸妆油之后就会用一个这样的洗面奶 然后这个洗面奶里面它是带有一点点磨砂的 好像这样质地的能感觉卸得更干净一点 好了,我就是基本的一个清洁面部就是这样 我每周还会用一到两次这种清洁的泥膜 然后这个是惠之本铺的毛孔清洁矿物泥膜 它是那种深层清洁的 我每次用的还挺多的 因为可能心理作用敷厚一点 会清洁的效果更好一些 而且它这个外包装还是这种软带装的 其实我有时候出差啊 带它就会比较方便 然后就这样避开眼周 好了,现在是我这个面膜基本上已经干了 然后我就把它洗掉 刚敷了一个这样的清洁面膜 好像感觉整个皮肤都在呼吸 然后毛孔都打开了 然后这个面膜呢 它是温泉面膜 所以里面有温泉水 有蜂蜜 还有芦荟精华 然后刚敷完之后也不会觉得脸上很干 因为它是一个温泉面膜 所以我每次用完它之后 会配套用一个这个挥之本铺的一个温泉水面膜 它是一个比较温和的补水面膜 然后它里面的精华特别多 这个面膜敷上之后就感觉就是非常的补水 然后这个水也像是温泉水 好像自己在泡温泉一样 我以为我敷面膜是喜欢躺着敷的 那我去敷面膜了 下次见